原住民族自治法一直是所有身為原住民的族民所關心的 不論是對未來的趨向或是其中的法條規範 都是族民一直想了解的 6月23日在太馬里鄉日生之鄉會館內舉辦 100年度原住民自治法草案排灣族分區座談會 許多部落幹部及相關單位都到場聽取說明 對自治法這個當然有很多地方不是大家都很難意 所以有不同的聲音是非常正常的 那我們就尋求提出你的疑慮 今天我們的講師會做答覆 因為目前原住民自治法草案現在正在 已經經過政黨協商之後 然後還稍微經過二讀程序 然後跟大家說明的部分是 請大家了解一下目前法案的進度 以及現在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目前大部分族人會問到的問題 大部分就是有關於未來出區財政部分的問題 而在這法案未定前 部落民眾還是覺得有修改空間及意見 因為從各條文實質條文 不管是從土地 它的行政費用 基本設施維持會這一些 經費上都有困難 比如說 它的人事費用 業務費用之外 這是議會提案 議決提案的經費要從哪裡來 是從哪裡來 致應這樣的一個經費 這很大的一個問題 原住民族的未來 是需要許多細項 一條一條擬定而出 族民希望相關單位及原住民立委 能一同研究 東台新聞杜志根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